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在我们现场的是知名的企业讲师 我的好朋友 就是小巴士大夫谈知识的节目主持人 谢文献 献哥驾到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风新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非常谢谢献哥 因为我进去了大大读书 然后一起来说书 我自己收获两多 我跟你学习了 来上你的节目压力都很大 来 这才是行销 这个赛斯高丁 我们先讲一下作者 这个作者实在是鼎鼎有名 鼎鼎大名 鼎鼎有名 那行销界的人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果大家有听过紫牛 那就是赛斯高丁所提出来的 还有部落 这两本书都他写的 都是他的理论 对对对 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 紫牛这本书 其实我相信很多 只要学行销的朋友 都有看过 紫牛你想 牛怎么会有紫的吗 因为白的吗 黑的吗 灰的吗 怎么会有紫的 其实紫牛这本书 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他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常讲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也就是说 我们卖任何东西 如果 这句话很重要 对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举个例子 我们做广播 如果要目标拿金钟奖 那就是更好 意思就不同 就是我要跟人家不一样 那个就是不一样的概念 就是在同一个时段 大家都在谈什么 我就是不要谈那个 它是行销的基本概念 那部落其实就是早期 我们在讲 比如粉丝团 或者是我们这一群人 主要的关联 他这本书里面 主要谈一个观念 就是专注最小可行市场 其实就是部落的延伸 所以赛斯高丁的书 一个系列 各位只要是在做sales 做行销marketing 有关的工作 他的书一定要看 所以他这里面提的 这两个概念 都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是 与其更好 你不如要不同 可是这个不同 可是这个不同也 就是他要有一个基本品质 这个基本品质 根本就不是 根本只是必要条件 不够的 在这个基本品质之上 你要怎么样去 找到你的真正的 那个最小可行产品的市场 这个才是他的核心焦点中的 核心焦点 我跟凤鑫聊天 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完全不用re稿 而且他要讲的 就是我下一句要讲 所以如果你与其不同 你做一个很烂的东西 就跟人家不同 那就一下子被市场淘汰 所以这本书里面 核心概念 只讲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产品 如果消失了 有谁会怀念 就这一句话 如果你的产品消失了 有谁会怀念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广播节目 如果不见了 有谁会怀念 你知道我在看 这本书的时候 从头到尾 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主持 这个广播节目 有谁会怀念 其实就是行销的 基本定义 所以这就让我 就是开始思考说 我一定 我按照这本书 其实我的广播节目 还有做的不够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 部落的经营是不够的 你已经很好 真的不够 你还有线下活动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 现在要开始 好那我们现在 回过头来讲 他对于现在行销人 所熟悉的一些 行销的手法 是非常比的 就是比如说 发很多很多的电子邮件 DM DM Email 然后Email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去计算说 脸书上面 然后谁很红 然后我怎么样 去增加点击率 然后YouTube上面 我怎么去增加点击率 其实现在很多人教这些 但是赛斯高丁告诉你说 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 是 没有针对目标市场的行销 全部都是最后是无效的 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你收集很多Email 乱发 然后DM乱发 然后行销广告乱发 脸书广告乱发 其实意思不大 所以如果刚刚凤行讲 那是他第一篇的概念 所以各位听众一定要理解 你的商品到底 最小可行的受众到底是谁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再说清楚 他为什么一直强调 那个最小可行受众 他那个对那个最小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面对的动辄 就是70亿的全球的人口 好 那就算说呢 不是70亿好了 台湾2300万 我们也很容易一想就想说 哎呀 我要十几万 我要二十几万 他告诉你说 你都不应该这样想 不要 你要想的是 真正那个最小可行 他的最小可行 你知道他的名人的定义 就是一千人的死忠粉丝 这个观念 其实跟徐景泰讲的 是一模一样 其实我们刚开始 在推大大读书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说 一下子就会有几万人 这个想都不用想 可是一千人愿意付费 这是一个最小可行受众 不管你在做 我们举例像我家旁边开了一间餐厅 或者是我想要做一个新的商品 只要是土C的生意 如果你有一千个始终的消费者 其实就很够用 他所有的行销模式 就针对这一千人来做 用我那个年代 我在念大学或研究所 我们讲的STP的行销理论 其实就是讲segmentation 就是在讲区隔 就让你的节目不可能全台湾人都在听 因为你的锁定可能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 对财经有兴趣的职场上班族白领 然后对学习有兴趣的狂热知识分子 假设怎样 就是我设定说 那假设 我觉得我在这个时候 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给予的是 我认为我在上班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我希望得到什么东西 我就想说 要得到更多的最新的资讯 然后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知识 能够一天多一点都好 那所以我就把我的节目设定成这个样子 对因为所以你的听众 大概就会长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很多什么国小同学 国中同学 很久没联络 都是因为看到你的节目说 你有上奉行的节目 我说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样才签上线的 可是你看这个设定的时候 你就不是用最大众了 所以他要提醒大家 大众媒体时代已经过了 大众市场的时代也已经过了 就是那个 其实那是人类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 那叫做大众 现在没有大众市场 现在也没有大众媒体 现在有的就是最小可行市场 是 这个最小可行市场的概念 其实刚刚凤信特别提到 如果你要做广告 你看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直播电台 你只要脸书打开就看 只是看有没有人看而已 如果说你的节目每次都有一千人看 那肯定就会变成一个KOL 所以各位只要要了解这本书的概念 最重要就是你先了解最小可行 受众市场这个概念 了解之后我们就来看 他接下来会告诉你怎么做 可是那个最小可行市场 要怎么去寻找出来 他强调了一些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即便你找到那个最小可行市场 你的目标是要改变一些事情 改变什么呢 他里面讲了几个跟改变有关的 比如说你想要跟老板加薪 这其实也是行销 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做一件事也是一样 改变你可以改变的东西 如果对于那种不可改变的很大的目标 那个其实他叫你尽量要放掉 如果你设定的目标太大 其实就会有点像是舍本竹木 他里面其实讲的是这个想法 如果说今天我设定的目标是说 我要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 我要改变你 然后对政治的看法 我要改变你 然后对所有东西的看法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可以改变的是 你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生活习惯 是所以他其实改变了 他其实还是讲最小可行受众的概念 你看就像举我们现在这个政治的例子也是一样 任何一个政党 不管不分区的提名 或者是总统候选 他的目标也不是希望全台湾人都投票给他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与其你选择哪些是你的目标市场 倒不如你告诉消费者说 谁是你不要的 就谁是你不要的人 那个不要的人其实 当你切掉之后 说不定那个目标就越来越明显 那你就更清楚的说你要改变的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 那即便是这一群 其实人都非常的不用太多 对不对 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 这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你要记住 你要卖的不是产品 你要卖的也并不是服务 你要卖的是 他们使用了这个产品跟服务之后的感觉 是 他里面提到了非常多 尤其是美国的例子 当然我想要特别提到像我们台湾有一些行销的概念 像比如说我们以前餐饮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餐饮业的服务人员都会背台词 你上来第一句话讲什么 第二句讲什么 第三句话 他就认为把服务提升好 可是那个一开始有用 等到大家都复制你的时候 你反而发现不要照台词来讲的 反而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会现在看到很多个性化的这种餐饮业的服务 或者他不按照台词 不照表超客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说 你说我如果不照表超客 我可能就很难复制十家店 二十家店 一百家店 所以你就要先想好 我到底经营这家企业的目标是要小众 我从小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小是故意的 小是故意的 不是我一开始求大 因为一开始求大 你利润就会变得很薄 甚至你会投很多在广告的费用上 反而是舍本逐末的想法 他这里面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大家去思考一下 他说今天我要买一个砖头机 砖孔机 对不对 当你要卖一个砖孔机 你卖的是那个砖孔机吗 还是你卖的是 他这个砖孔机能够砖出一个 多少公分的一个洞 这个叫做砖一个洞 可是砖这个洞的目的是什么 挂画 挂一个画 而挂这个画之后背后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 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家人会称赞我 说我好棒棒 所以我们去那个特立屋上课的时候 都会跟学员举这个例子 来买砖孔机的客人 绝对不是要买砖孔机 你不用跟他argue说 1400还是1500 能不能打九折 他其实要的是一个洞 那个洞的目的是要挂一个画 那个画质是要让人家看到说 我家是很有质感的 他里面书也举很多例子 一台美金多少钱 他翻成台币 好像280万的那个越野车 其实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开越野车 为什么喜欢开越野车 你家里的那个喇叭音箱 也只是几千块的音箱 你为什么车上要装一个 五千五万块的音箱 或者喇叭 他的目的就是 当你的客人上到你的车 会赞美 哇塞 你的声音什么听起来好厉害 什么听起来什么环绕音响 他其实要的是那个感觉 不是要那个声音多好 所以当你理解这个概念 就像车子 它里面举超多例子 我觉得很有兴趣 如果各位在是 如果你是吐息的销 这个sales 或者是行销人员 这本书真的可以看 就是他让你知道说 你卖的并不是产品本身 你要卖的是 消费者因为这个产品 所能够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什么 而他带来这些改变之后 在他心里头 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变化 所以你要设定的不是产品 你要设定的是情绪 我就觉得 哇好厉害哦 我们很多读者在听那个什么大大读书也是一样 他其实哪是要那些什么这么复杂的知识 他其实只是在上班的落成中 有一个人陪他听听看 他专业知识 听完之后他消化 他就跟人家讲说这本书我看过 所以其实奉行你坚持礼拜五做这个 我觉得一个好处是 他可能不用付任何钱 甚至连书都还没买 他就知道这本书在谈什么了 这是我希望能够达成的这个目的 然后其实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因为 听我们讲完了之后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是我要的那一本书 他们就可以去买 否则的话书是一年几万本的新书 他要怎么去挑选对不对 好我们其实也在帮忙做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呢其实特别提一下 他这里书里头我特别把它标起来了 有一个叫做情绪清单 这个情绪清单有几种智慧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卖的所有的东西都涵盖在这些情绪清单 就是你的顾客 你的这个最小可行受众当中呢 他可能要的是冒险 他可能要的是归属感 他要的可能是创造力 可能是喜悦 可能是表达自由 可能是移动自由 可能是运动 可能是权力 可能是控制 可能是保证 可能是可靠性 可能是友谊 可能是长相漂亮 可能是尊重 可能是复仇 可能是健康 也可能是浪漫 很多 还有怀旧啊 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卖的东西 你没有想清楚 它背后能够带给顾客的那个改变 所产生的情绪是什么 那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产品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大家早 好多人哦 等一下还会再更多 你放心 哈喽 Sophia早 Len Chang早 然后Jackie早 大家很一早 因为我们有预告 所以大家一早都来 明天性 对 明天性 明天性是大家读书的 大家读书的 对 对 非常这个忠实 因为我礼拜二吧 礼拜二 礼拜二直播的时候 他有来留言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子 然后Seven早 然后Yvonne早 然后还有 这一个 对Yvonne菜 Yvonne菜也是我们 我们 一般说他公司的线上课程 也有邀线上课 有几家保险公司 对对对 然后Walter说 美国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上修2.1% 我怎么看 就是美国的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坏 可是那个2.1% 因为只上修了0.1个百分点 然后而且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美国公司的库存增加 库存增加意味着他们对于第四季的消费旺季相对乐观 这个是好事 可是要说他支撑的大幅度的全球报应要能够回升 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幅度就太小了 那至于那个Face1的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这件事情 我刚刚就稍微的说了一下 吴宇强找 然后这个陆塞找 简明亮找 曾家栋找 Peter找 然后Gardy找 还有Margaret 沈云金平 好多人 王佩君 然后Hanny 对 也是把节目设定为闹钟 对 我非常 这你知道设定为闹钟是一个 你造福了很多人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承诺 因为你都早起 我早起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换做是你主持这个节目 你会不会早起 像我今天就睡不着觉 三点半就爬起来 哇 兴奋了今天 兴奋兴奋 然后也提到论文门的事情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缺乏那个 那个真正的 这种 好像一翻两瞪眼 然后他就是造假 他现在都是只是一些 叫做间接证据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 不太敢去碰这一块 因为他有间接证据 但他实在没有一个 真正的直接证据 我觉得这对媒体来讲 他也是 愿意挖掘的媒体 很感人 但是大部分的媒体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 谢谢大家 就我们提到说 万一我这个节目不在了 谁会想 很多人 这些都会想 很多人 你做了这么久 你要坚持 真的 很不容易 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了 很重要 我自己 我自己前五年 跟中间的两三年 跟现在的心情 有很大的不同 前五年呢 我是 当然就很开心说 我要来做这个 中间两三年 是有一点 开始怀疑说 那我到底做的目的是什么 重新思考 我这两则 你更清楚 所以我就会 一定更紧急 包括经营社群 对 可爱的来源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为大家介绍的是 远流出版社所出版的 这才是行销 在我们现场的是 知名企业专讲师 也是news98 世代夫谈知识的 节目主持人 谢文献 也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大大读书的说书人 我这边提一个 我非常感动 是已经有六千多人订阅 我本来设想的是说 如果两千人订阅 因为是要付费的嘛 因为你来的才多 那四千 好谢谢 非常谢谢YouTube的朋友 一起来收看直播 可是有这么多人 愿意付费去 获得知识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台湾 是会慢慢的 越来越成型的 这件事情是我很高兴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说 我们一直讲最小可行受众 他这个最小可行受众 要怎么去设定他 那这个最小可行受众当中呢 怎么去形成我们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我举个例子 像一般我们开始网络时代来临之后 从网站上购物 这个也是最近这十年的事情 一开始购物 你大概舍望说 我订完毕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会把东西寄来 可是他们去做过调查之后 才发现 有些人是很期待 我今天订明天东西就来 所以那时候 各位很多人都知道 什么PC号吗 他们就开始搞 24小时到货 所以你就会发现 24小时一来的时候 那个收到的人会吓一跳 像我昨天订了一个 什么Sony的游泳的耳机 隔天就送来了 哇塞 他是库存这么多 物流怎么这么快 很可怕 所以你知道后面系统有多么的 很可怕 早上订说不定下午就到 所以你会感觉到 其实我买的可能不是耳机 买的是他的服务怎么这么快 我晚上去游泳就可以用得到 后来还发现说 他把24小时开货 又再更精进 就是货到付款 我怕网络消费有诈骗 所以我担心 所以我到的时候 我再付钱给你 我看到东西没问题 所以他其实就是 大量的经过市场调查 调查过 受到这种消费者的行为里面 他去调查 可能有人希望快速 有人希望安全 所以刚刚奉行讲 那个情绪就是这样来的 快速跟安全 其实都是情绪 而不是那个耳机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你的消费者 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去吃完饭 很多人都叫你勾意见调查表 反正我只是要勾完意见调查表 换一个什么 什么60块的东西 还是100块下一次 什么可以折价 其实消费者真正的意见 他不见得写出来 可是第一线 能够收集消费者的意见 如果这个数量 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如果你的公司 是那种连锁的餐饮业 他的后台就可以 去做这个分析 你提出这样的服务 给那样的人 其实他的效果 其实就从市场调查来 其实讲川 就跟我们在做行销学的初期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还是一样 讲市场调查 只是市场调查 现在的行为 跟20年前的行为 已经完全不同 现在又更快 然后更及时 更立即 最终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提的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少的地方 你敢去吗 也就是说 当大家不做的时候 你敢跨出那一步吗 说不定能机会赚到钱 但是你也可能 很快死在沙滩上 但是大家都做的事情 其实你就要特别小心 那个时候就 跟人家没有什么不一样 而他的那个 最小可行受众 他有一点就是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经常跟他们互动 得到信任感 得到信任感 而且你要得到真正的讯息 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说如果从餐厅的角度来说的话 常常来的顾客 你要你训练的员工 他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价值 他不是只是服务的非常好 他也不是只是能够把 这个餐厅所提供的菜色 或者他提供的这一些饮料 都把他的口味讲得很清楚 这实际是不够的 他其实应该能够做到的是 他要分辨熟客跟一般客人 他就必须把那个熟客 当作很重要的 最小可行受众当中 你最重要的 对 那你要去经营他 然后你要去观察他 他有些不满 也许不会说出来 但是如果你感受他的不满情绪 跟你所设定的情绪不一样了 你就要很快的主动出击 请教他 什么地方我做的不够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 你是不是觉得这道菜太咸了 等等之类的 就是说他的这一个 最小可行受众的那个我们 你是必须要不断跟他们互动 不断跟他们互动 作为你精进改善的原动力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 O2O的行为产生 比如说听广播听久了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第一线见到我们听众的样貌 所以你很难掌握听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有时候会有线下活动 到底在这里 我举一个脸书上的例子 当时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要办一个课程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是马上大幅的撒脸书广告说 我谢文献或者我陈凤信要开一个课程 然后先把教室租下去 先把所有的费用都花掉 不是这样 它的概念应该是 你在脸书上可能会先说 我对一个东西有专长 如果我想要开一个课程 你们有兴趣的在下面加一 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 如果那些加一的完毕之后 你会发现加一的100个人 真正付费的说不定只有60人 60人付费高价的说不定只有6个人 其他60个可能相对都是比较低价 所以你会先做一些测试 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Prototype 先做一些小量测试 测试完毕之后边做边改 边做边改 找到目标受众真正那个样貌 所以书里面谈到一个 除了信任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叫定位 你一定要先知道 我到底要想要找什么样的人 那个人如果能够清楚的定位 或者描述出来的话 对于行销他才有办法把对的资源 放在对的人身上 而且要注意千万不要用年龄别 性别别 这些出生年月日 什么等等的 这些方式 然后来区别你的目标顾客 这是错误的一个概念 什么他是几岁到几岁 然后他是什么样的 不是 他其实要描述的 反而变成是一个35岁 然后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他跟他先生两个人是双心家庭 然后他们早上几点钟要出门 然后他们的小孩 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子 把他送到哪里 就是你要描述的是他的生活形态 而在这个生活形态当中 你可以帮他改变哪一件事情 对他更好 这样子他之后才会真正想念你 所以用书里面的话 就是痛点或者问题点 也就是说你在解决他什么地方很痛 比如说接种小孩的事情很痛 或者是接种小孩 如果下大雨骑摩托车 他会很麻烦 或者是各位现在看到很多新型的产品 他的概念某种程度都在解决 一部分的痛点的问题存在 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常喝水 所以那个水可能会有污染的问题 感染的问题 所以人家就出那种 不会感染的水平 或者是更轻薄 更轻盈的这种水平 其实现在在市场上有很多的商品 他都先经过市场调查 完毕之后看到一个受众的形态 做一些大量测试跟Prototype 找到最小可行受众的样子 然后从他的样子去design那个产品 这个时候呢 你会找到第一批的常先者 但是这一批常先者呢 他们其实也是要注意 他很容易变新的 因为所谓的常先者就是 他喜欢新的 变化的 有趣的 然后他去试试看 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让常先者成为你很重要的来源 可是接下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让你的常先者 就是你的最小可行受众 开始往外推销 他们要主动愿意为你推销 因为他们发现 你的产品或服务改变了他们 他们就希望能够去跟朋友说这个故事 他们会希望能够跟朋友 好好的去宣传这件事情 而他的朋友可能本来是一个 不太愿意变化的人 因为朋友的介绍而变化了 这时候他的朋友群 才会变成你始终的粉丝 这个就是目标可行受众完毕之后 下一波的口碑行销 刚刚我想 Ankle一下那个凤鑫刚刚讲的 就当你的可行受众做得很好 口碑也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个效应就出现 就是后照镜效应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后面的追兵就来了 就你做得很成功嘛 赚了也不少钱嘛 然后那个各方面成绩都很好 如果当你越好 你的竞争者就越快进入 他就你这样做 我就copy你这样做 所以我为什么我一开始讲 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想 还有没有不一样的 还有没有不一样 还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你能够想到不一样的地方 等到那个门槛越来越高 高到一定程度 你的竞争者跨不去 让竞争者淘汰之后 你才有办法读大 否则我个人认为 市场竞争这么激烈 尤其在网络的时代 各位一定要去思考 最早可行送中完毕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讲的 可能要口碑效应 口碑的部分 这里面也写很多 还有我Ankle一个 就是刚刚讲故事 因为书里面很多篇幅 都在讲故事 故事例子亲身经验 你讲规格产品 那都没有人要听 讲故事 我觉得故事的确是可以 很打动人心的 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在美国其实 付小费 他们是很流行的文化 是文化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人在餐厅 用完餐之后 他就会自己填 填一个说 我愿意小费付多少钱 什么的 对美国人来说 那么这是他们 奖赏这一个服务人员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然后同时 从某种角度来看 他也是让他的朋友们 知道说我有多大方 对 你知道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社会炫耀展现 好 今天假设有一家公 有一家公 有一家餐厅 他决定说 因为这个小费 只有服务人员拿到 这是不对的 厨房的人拿不到 很多的配合的人员 后台人员都拿不到 所以他决定定价提高 但是不收小费 可是我们把定价提高的 这一部分 分给所有的工作人员 包括厨房的人员 所以你所享受到的 是我们整体的服务提升之后的 一个结果 问题来了 要这样做 有些客户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付小费的炫耀感 我不一定愿意付这么多 或者我其实要付的比20%还要来得多 你为什么要剥夺它 所以你如果不能够把这个故事说清楚 让你的顾客知道的话 大家不会接受你定价提高 这件事情 或者不能够付小费这件事情 丰辛这个例子 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例子 只要是卖双B的车的sales 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你只要买双B 这种比较好 等级比较高的车子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sail那个车主 说去贴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暗暗的那个隔热纸 他就是要贴亮亮的隔热纸 就是你要让我看到说 我是陈丰辛在里面开双B的车 你如果贴那个暗暗的隔热纸 看不到我里面是谁的话 就剥夺了我炫耀 我开双B车的那个概念 所以一模一样的想法 就你不要剥夺他 那个当然那种团奖的制度 跟各奖的制度 很多只要是业务单位都有嘛 团奖制度就是 我们不希望只鼓励sales 还鼓励到秘书啊 代书啊 或者是其他服务人员 可是如果一旦客户要付小费的时候 他当然问题也很多啦 因为收的多跟收的少 好像都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两难的局面 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 就是你这家餐厅 如果要订高价 你的目标市场是谁 对 还是这个问题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当然他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不是单纯的谈广告怎么做 他谈的其实是你 最高的目标战略开始说起 所以他很清楚的去分析 目标是什么 策略是什么 而战术是什么 什么可以改 什么东西是不能变动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哦跟你讲话 你的速度很快 真的吗 我就完全跟着你 速度好快好快 我前面听你报那个 报那个什么新闻也是很快啊 我就想说哦你在讲 你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哦 那下一句要记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压力好大 我也是听你讲 我才想下一句 我还记什么 但你这本书你太熟了 我知道 行销的书我在大大导读过很多 但是这本被徐景泰拿去 拿去导读 我知道 他花时间我就不要花时间 对对对对 因为他对行销很有兴趣 有我知道 对 这本书其实写得不错 因为纸牛的作者 那个赛斯高丁是高手啊 哦对 K路讲这句话 其实我非常感动 他说 因为他其实 他应该是大陆的听友 哦 然后所以 谢谢 所以他必须要翻墙 才能听我的节目 其实我确实有几位 网路上面就很明确的看到的听友 他们是 真的是要每天翻墙 才能够过来听的 好辛苦 对啊对啊 那就是 那就是当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那么认真的 对啊 那可是有很多也是追踪 我的节目很多年 其实网路上面就更清楚 我就觉得网路时代啊 我以前很难接受这种互动 我很害怕这种互动 可是现在我懂了 就是这个互动 确实让你更清楚 你的目标客户 然后跟目标客户 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更清楚知道说 我的服务当中 我有什么可以再做的更加好的 我们有时候 因为做了这些互动啊 直播啊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跟我们小孩有话聊 我们的小孩 他就是这个年代出生的 网路时代出生 我们那个年代出生 什么BB Code 都还是后来才有的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 不停的不停的进步 不停的成长 小孩看 哦爸妈都这么认真的 我小孩都不能停下来 这是一样的 我们等于是小孩的范本嘛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说 因为我不学说 我老了我不学 是因为你不学才变老 我都觉得应该是这样才对啊 因为你不学才变老 这件事情我完全同意 不是老了才不学嘛 对对对 不是老了才不学 其实是因为不学了才变老 所以我完全同意这样 但是要说我是小孩的范本 我都不敢这样讲 我不敢 所以我们也要尽量跑在前面 跑在前面 对我不敢 对 你小孩很优秀啊 对不对 但我儿子女孩对我很好 这件事真的 我们总是父母亲 总是自己有一些新的东西在尝试 小孩就不会担心爸妈了 爸妈妈不要每天都待在家里 或者没事干这样的 你都尝试一些新的 跟来宾对话 主持节目 然后这个在市场浪潮上面 小孩他就总是有个一群的标准 我觉得这是很好 我儿子最好玩了 我儿子他现在就是会看一些 他现在人在大陆嘛 然后他现在他就会看一些大陆的手术 然后就会给我节目 互相切磋啦 对对对很好玩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知名的企业奖 也是news98世代夫谈知识的 节目主持人 大大读书的说书者 谢文献 献哥 来 这才是行销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这才是行销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说 要 他这里面提了一个概念 也是一个特别的概念 就叫做 直销行销 跟品牌行销 因为在网络时代里头 现在就很流行说 我要计算 演算 然后我就要怎么样子把这一个信去塞到 我认为他可能会有兴趣的人 这叫直销行销 感觉上 这可以随时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成果 好像那个大范围的品牌行销已经不重要了 但是赛丁告诉大家说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其实是许可行销 这里面其实还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的公司经营的规模 还有你的成本 刚刚凤银讲如果是直销行销 可能譬如说我要拍电视广告 那一支可能要不少钱 你从拍开始然后买电视时段 可是你打的人不见得是你的目标受众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去做的话 它的好处是一下子很多人市场上知道你 可是这些人是不会掏钱的 就像我们常讲 脸书上有万人按赞 结果签书会只有一人到赞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真正会掏钱的跟按赞的人是不一样 所以各有利弊 那就看你要推出什么商品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是一款国民车 一款大家都吃得起的餐厅 那打电视广告OK 因为大家都需要吃饭 可是如果你的商品不是这种商品 它是比较narrow 比较有定位上可能要特别锁定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做这种许可的行销 效果是比较好 我还是要回到刚刚我们讲那句话 就是看你的目标市场有可能是谁 还有口袋有多深 才能够决定你对不同的受众 你要做哪些事情 它这里面很好玩 有一个漏斗的概念 漏斗 对 这个漏斗的概念呢 让你更清楚的知道说 到底你离开了谁会想念你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其中有一位他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播客 各位你知道 Podcaps现在呢 在美国很红啊 中国大陆现在也非常的红 我觉得在台湾呢 很快的Podcaps他会 其实他现在是对广播节目来讲 恐怕是影响最大的 这也是我现在在关注Podcaps 可能对整个广播节目的影响 所以我就必须要迎头赶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就举了一个播客为例 在美国一个播客为例 看到那个播客呢 有一百万人观赏 但是他就跟这一个 这个所有的这一观赏的人说 我现在要搬到另外一个平台 然后他们就去看说 有多少人跟他过去 结果发现有一万八千人跟他过去 而接下来他在这个平台里头 他去销售了一个服务 然后后来发现到说呢 有一千人跟进 买了这个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说 从这个肉斗里头 你就会发现 有多少其实是属于那个平台的 有多少是属于你自己的 这个funnel的概念 只要是做sales的 每一个人都知道funnel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以前我在银行上班的时候 我们要卖MMA投资管理账户 一定会先从call call开始 陌生开发 各位都知道陌生开发 中奖率很低嘛 打一百通电话 有一个人愿意理你就不错了 那一个人理你有可能会买多少东西 或者是我们去拜访 以前我在卖房子拜访商圈 接触多少里长 多少林长 多少KOL 他们愿意pass案子给你 然后签到多少委托 委托到最后成交的比例 他每一个比例都是可以去计算 他的概念就像一个漏斗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开口一定要大 慢慢慢慢会变小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听这本书 一定要知道的概念 就是开口一定要大 也就是说你的接触层面一定要广 广当然是好 当然你不要花太多钱 浪费自己的资源广 第二个就是成交率 就往下的筛选的比例要越精准 所以漏斗的概念就好像是说 假设我要经营一门生意 我一开始知道我的品牌的人 可能要够多 比如说我们会看粉丝团人数有多少 再来看愿意推一个课程 愿意买两百块的人有多少 两千块的人有多少 两万块的人有多少 如果愿意办一个读书会 签书会 他愿意来的人有多少 他其实每一个都是比例 所以我要请各位记住就是会做生意的 其实都是聪明人 他绝对不是口袋生而已 他一定经过缜密的计算 所以我们以前才讲说 那个会做生意的小孩难养 就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他不只是要聪明 我觉得聪明是不够的 我觉得是他要有很清晰的头脑 然后不断的在修正自己 以前我们的 我在卖房子的时候 我们老板最常讲一句话 这是冷笑话 讲给奉行听 第一次跟你讲 你听得不要笑 他说你知道岳飞是被谁杀死的吗 我想了半天 勤快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勤快可以杀死岳飞 好冷啊 他就把那个勤快涂掉 改成我们做事情要勤快 意思就是说 你的接触层面越多 脚越勤 速度越快 接触人越多 你才有可能接触的人越多 你才有可能接触更多的机会 他这本书里头还谈了一个观念 我们要怎么把它区分清楚 就是说勤快 我接触的范围要广 可是他也告诉你说 关注力这件事情 就我们以为说我们广发email 我们认为说我们广发DM 就叫做我们接触面广了吗 他告诉你说这不是 因为我们会浪费了关注力 或者说注意力 他说其实注意力是每一个人 非常宝贵的资产 你不要浪费了 对 关注力是稀缺的 是非常稀缺 就像你在划脸书的时候 你真正停在你那个脸书 你那一页大概就0.3秒 我是说我那个年代 在脸书网路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店长会要我们到处勤快是对 可是我们回到这个时代 我觉得一样有用的概念是 勤快要聪明的勤快 如果你是低水平的重复 那个就是没有意义的重复 我只是知道在门口发DM 那个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没有用 反而人家会看低你 所以聪明的重复 那个才会有用 勤快的概念是 你要知道目标市场是谁 勤快的去跟他们接触 这个才会有效果 所以呢这里面 他后面再谈到的那个许可行销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所谓的许可的意思是说 今天不是你拿到一个email address 然后我就可以发email过去 而是说他主动的来跟你说 我想要成为你的伙伴 所以我希望能够跟你能够互动 这个时候你发给他的任何讯息 他都变成获得他的许可 获得他的注意力的许可 对这个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订阅粉丝团的概念一样 是你自己按订阅 不是我自己跟你推销 可是现在各位也知道 像LINE8的 他的拒绝率也是很高 所以就在这个行销的过程 你会发现一段时间 就流行一个话题 一段时间就流行一个话题 接下来可能就会流行说 怎么样能够抓住注意力 或者是让这个拒绝率不要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万变不离其中 行销学还是基本概念 就是STP 这三个各位一定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segmentation 区隔 第二个T就是你的目标 第三个STP就是定位 这三件事情如果理解 然后再想这最小互动 最小可行受众 受众市场 你就会理解这本书 到底在讲什么 好 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 这一本 这才是行销 不是一些技巧 不是一些 这些小小的战术而已 他要告诉你说 你要重新定位你自己的产品 把你那个产品最深层的所可以带给别人的改变 情绪以及他的地位的改变这件事情 你找到了让他改变的那个动力 不但对你自己有意义 对他有意义 我觉得对全世界都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非常谢谢献哥带来的 这才是行销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拜拜 刚刚好建议压线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Camp Room是这个 小 台湾Gina 然后到大陆去 然后他还必须要每天翻墙过来 好厉害 对啊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